一般的法官該行 台北府都是去做理事 仰哥哥頂歡迎 有一個法官等國文 五十三歲就提早來 親親退休 該行做不出 因為林維公法官 利用法官來為好建議 可是做不出 也可以試過去團合英 用實際行動來感化 越來越多人 國頂歡迎的同事 用溫暖的時光 來喚上法官等國文 因為五十三歲 他已經打算要提早提休 會做這種決定 不是為了要去享受 是因為要轉身來踏 新學院出書 未來他要做博書 四處去團合英 做賣二十四年的法官 但國務員心過很多 五名案件 也不怕破人死刑 其中包括在民國八十七年 林清月台西上七年名案 還有曾金三國長老叔和家營 向台西的案件 在思法改作是 是想要為何正義 但是最近的法官 因為正前派案件的破關 向公司 空隆法官的這請負 以為說 最近對法官造成上海 就提前 這不思議的事件 向高保的案例來說 法官會做這種的破關 只是在康女的臣民不一樣 主部員在今年九月份 有機會來出席 最高歡迎法官的支部 但是但國務員算是風氣 算是要提早提休 是連說提休金會減少一半 但是他算是不要緊 現在躺下法官的炮 提起聖經 但國務員就要到時 團改工作 未來是怕少要做一個流浪的博士 不然是要國隊來團合他們 感化真心 也要用自己的專業 來選擇法庭觀念 來幫助更多人 記者 綜合報導